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,好莱坞尽丑闻暗言烧到电视圈,王牌成间节目今日秀的知名当家主播麦特劳尔因性骚扰遭东家NBC开除,而美国总统川普向来与媒体不睦,当然不会放弃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,迅速在推特表示乐见其诚值得庆贺。 麦特在美国可说是家喻户晓,是名副其实的国民主播据Variety报道,麦特去年才刚被NBC以2000万美元续签,不过如今众人都不敢跟性骚扰者有所牵扯,NBC也快刀斩乱麻做切割。 据悉,麦特被开除后,第一时间并非找地方避风头,而是先跑到长子杰克学校附近,急着找儿子解释。 由于NBC曾向川普十年前一段自称能随意抓女性私处录音公布,做成报道,因此得知NBC面临麻烦,迅速PO文嘲讽。 哇,麦特劳尔因为猥亵遭到NBC开除烟,不过什么时候才轮到那些高层啊? 毕竟他们制造那么多假新闻,赶快去调查那些人历史,完全就是在幸灾乐祸。 川普对麦特劳尔被开除相当开心,在推特PO文嘲讽,翻射Variety。